几十名打鼓嶺平邪村村民 趁着立法会议员 联同发展局、规划处 以及土木工程托展处人员 落区视察的时候示威 他们将贴由行政长官梁振英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和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肖像的杜草人打烂 又杀溪前已是不满 要求政府撤回新界东北发展计划 不知不察 不知不察 将如你 转中不知 转到上水古洞村的时候 也遇到百多名分别支持 和反对东北发展计划的居民请愿 有反对计划的非原居民批评 政府漠视他们的意见 最主要是农户 要留下本地的蔬菜 留下给自己香港人 规划里面都没有提过这件事 只顾着建楼发展 一些私人楼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 个个都差不多六七十年 最少都四十年以上 不是说产就产 说责就责 但也有支持发展的居民认为 政府应该尽快开展工程 应付住屋需求 我们现在都没有田间了 现在有这样的政府想发展 爱我们的地方 那我们认为人家收得过 我们就尽量给政府发展了 针对发展局透露 要将东北发展计划 第三期咨询报告 延迟到七月才提交 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批评政府 没有杀手段 咨询过程 虽然说是三期咨询 但都是做得非常之差 政府是说会在今年的年终 那我们预计年终 就是六月之内 是提交第三期咨询之后的报告 但是呢 在事务委员会 我听到陈茂波说 又好像说又要辞交了 可能去到七月交 那我真的不希望 它是想着临到立法会 戒尾的时候 就交一个报告上来 可能剩下一节半节的时间 大家说完之后就要逼着投票 要通过 就要逼我们财委会通过 如果局方真的这样 我想我们尤其是民主派的议员 是绝对不会放过他 有议员就指 今次考察见到反对声音不少 反映咨询仍然不足 要求政府撤回方案重新咨询 亦都应该考虑发展新兴农业 不要抹杀它 香港宽频电视记者彭乐妍报道